我们两个结婚四年多了 感情一直挺好的 但是现在说到了要孩子的问题 我觉得他在刻意回避 我并没有刻意去回避这个问题 只不过我觉得现在时机并不成熟 我们应该相互多理解 他总是有理由 但是我觉得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他就是不想要 跟时机一点关系都没有 他现在为了要小孩 做法我觉得真的有些极端了 我感觉他是在威胁我要小孩 我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了 我就是想要个小孩 我觉得我没有做错 我想要个孩子真的错了吗 来 掌声有请这一队 有请 男嘉宾丁先生39岁来自湖南 是一名职员 女嘉宾刘女士36岁 同样来自湖南各体 来 有请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老魏 结婚四年了 对 谈了几年恋爱结的婚 也谈了三四年 应该很了解彼此了 是吧 对 现在想要个娃 是的 她不想跟你要 对 为啥 我没有说不想要 我只是觉得这个时机还不太成熟 我不知道她说的时机是什么意思 对 我也不太懂 你说说什么是时机呗 我觉得现在经济压力比较大 现在谁经济压力不大 那身边哪个朋友不都这样子 对不对 我觉得她这种想法是太自私了 我看一下资料 这上面一个三十六 一个三十九 对吧 对 结婚也四年了 对吧 这四年内应该有无数的机会要一个孩子 为什么一直没要呢 怎么说呢 其实平常也忙 她说的经济压力大 其实我也承认 现在是这样子的情况 我也想就是早点生 然后她给我感觉就是回避 这个你觉得什么时候时机成熟了 起码得家里条件好一点 经济实力强一点 因为我之前是经历过一段婚姻的 然后 有孩子吗 其实我觉得她就是 我觉得她就是因为自己有孩子 所以她无所谓 她肯定是这个原因 男孩女孩 男孩女孩 多大了 十一岁了 现在跟你们还是跟 是跟我的那个前妻 抚养费你给吗 每个月都给呀 买房了吗 买了 有房贷 两套 有钱人两套房 没有 都是之前婚前 当时我们家也就是买了 然后他们也买了这个 有车吗 有车 有贷款吗 有贷款 都有 现在压力也挺大的 她是因为家里之前已经有小孩了嘛 然后我觉得她可能对这块 不上心 感觉特别不上心 你们家钱谁管 她现在是这样的 就是工资我管着 然后她其他的一些钱就我没管 她平常还可以去做些演出啊什么的 做什么演出 因为以前就是我们认识也是曾经就是在一起乐队里面原先年轻嘛 现在老了 玩乐队 对 是钱的问题吗 我觉得就是啊 现在她为了要那个孩子 她很多做法都比较极端 比如说呢 比如说现在向我压力非常非常大啊 我现在每个月要还到银行的钱大概有九千块钱 可是我觉得这不叫理由啊 现在身边哪个朋友不是还着贷款 我们每个月虽然说没有什么太多的节育 但是我们父母那一代他们生小孩 没钱他也能生对吧 国家都开放到二孩政策了对不对 我们还担心什么呀 而且现在父母都还能帮忙带孩子 那以后老了怎么办 更加麻烦啊 我觉得你这个观点就错误 怎么错误呢 现在和以前能比吗 现在你生一个孩子 你知道你要付出多少吗 而且我现在的想法是 因为我之前有一段婚姻嘛 有个孩子 而且我现在对我那个孩子我是比较愧疚 因为不能把全部的爱都给他 如果我现在打算要孩子的话 我就想把我最好的东西给他 把我全部的爱都给他 所以我就想再创造一个最好的条件 你这个全部的爱不一定是条件 我觉得最起码我这个经济上的 能给他比较好的一个 我觉得他想法太那个什么了 而且我觉得他想那种想法 说我有一个孩子就不想再要 他肯定就这么想的呀 我觉得他非常错误 你想现在他买着房了还着贷了 然后将来这套房子肯定是给他儿子 对不对 那我觉得他会这么想的 我觉得这个真的非常可笑 然后我们现在挣的钱的话 将来可能也会 对吧 然后我没有孩子的话 这些钱给谁啊 其实我觉得啊 现在他做法有些什么极端 我要孩子有什么极端 你想想 不是 我说 不是说你要孩子这个想法极端 你的做法有点极端 为什么 你看我孩子就是今年小学毕业了嘛 他要参加一个培训班 就是我之前的话 每个月是给他的抚养费是1500 在我们那个湖南那个地方1500 比较标准偏上一点点了 然后这一次参加了一个补习班 补习班的话大概要8000块钱 然后我和我前妻就是一人一半 因为我现在所有的工资啊 包括一些什么 全部在他那边管 然后我那条这个钱 那你不是还有演出费吗 左推右推 不想给什么的 你不是还有演出费用 你可以自己给吗 对吧 然后这些钱的话 我当然想存起来 将来我们生孩子的话 我们会需要一笔钱呢 你见过他儿子吗 见过 怎么样 挺好的 关系呢 关系处得挺好的 还有一个就是 他做的一个比较极端的手段是什么 就是我们现在在那边开了一个公司嘛 开了一个公司 他现在就是为了 没多赚钱 为了要生孩子 他想把这个公司不干了 卖掉 太辛苦了 太辛苦了 因为本来 太什么公司啊 做婚庆 然后我们有的时候都是通宵通宵地做事 然后特别累 特别累的话 然后我现在就是年纪也大 就想能够多点时间能备孕 就是身边很多朋友 现在都生孩子 网站上面都是晒娃呀 然后小孩怎么怎么样 怎么怎么样 我呢 我感觉我好像一无所有 我问你啊 这么说吧 你打算什么时候要这个孩子 什么时候要 你给人期限吧至少对吧 那我我现在都快高临产妇了 你现在已经是了 对 其实还有一点我没有告诉他 一直没有告诉他 到就是到今天为止我都没有告诉他 为什么到现在一直没有要这个孩子 因为在2015年的时候 我一个朋友在我这边找我借了十万块钱 你为什么要瞒着我借钱给别人 非常急的一个事 然后我是从我自己的一个信用卡刷了十万块钱给他 然后到现在他也没还上 在这两年当中一直是我在还这个十万块钱 是这样一个情况 因为我真的是感觉压力 不然你们都结婚四年了 这等于在婚内你转移财产啊兄弟 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就算是吗 这样啊 那我都不知道这个事情 我跟你结婚四年嘛 什么事 当时我那个朋友他小孩得了白血病 当时我为了郑重起见 我到医院去看望了他的小孩 确实是这个事 然后因为关系特 那你怎么不跟我商量呢 我觉得有些事 什么时候都跟女人商量还是男人吗 十万块钱呢 现在还完了吗 现在还到差不多还欠一万多了吧 行 你愿意把这一万多给他补上 然后生孩子吗 这么说咱就挤着他嘛对吧 那是十万块钱的事啊 不是还差一万块钱了嘛 一万块钱还完了 那我们生孩子还需要钱怎么办呢 我可以赚呢 其实这两年为什么 你说这人是不是太自私了 其实这两年为什么不要这个孩子 因为就是一个房贷车贷 还有我这个朋友这个十万块钱 一直没给他讲 一直是我这两年再努力赚钱 把这个钱慢慢慢慢的还 他还有能力还吗他 他估计是没有能力还的 因为在两个人 你说你说 哎主持人你说 这男人也太那个 太那个什么了吧 所以我就觉得 本身我们经济条件就不是特别好 然后我们当时 这事不就发生了吗 我们当时我们开婚禁公司 都还找朋友借了点钱 然后现在钱是还完了 但是我们现在压力很大 每个月的支出是相当大的 因为他就除了这个家的话 他那边还要每个月还要负担钱 然后他又说经济压力大的话 他说不想生孩子 我觉得就是因为他自己有孩子 所以才这样 根本就 所以又绕回去 我问你啊 你愿不愿意把那个 他不是还有一万块钱吗 你就不在乎了 就为了还生 还生不生 我肯定会要生啊 那就没问题了 反正你 那什么时候呢 那你问他呀 问题是我们现在 经济条件上面的话 他这样子做的话 就更加的压力大呀 没有钱 然后这些各种方面的话 他还这样去帮朋友 除了这个娃之外 你们俩过得咋样 还好啊 一般 咋招有啥打算 这娃如果不生的话会怎样啊 现在家里面都催 关键是你自己咋想啊 你说实话 你想不想生吗 我想 那你给句敞快话 你什么时候要吗 我觉得起码 是把我那些乱七八糟的事 房贷呀 车贷呀那些玩 房贷车贷 那房贷车贷还完 那我得多大了 我不是说 全部还完以后 我说 等我们起码有一点存款以后 我不知道他说的存款是多少 起码也得 个五万块钱吧 婚姻公司不想开了是吧 不想开 还是开吧 不开更没钱了 跟你说婚姻公司 现在做的话就是 就是不只是钱的问题 特别累 像我们同行 里面有很多就是那种 因为身体上面 调理不好因为老师要熬夜啊 然后做这些事情 然后身体不好 然后就很多那种 到这个年龄 然后就很难 还上这种情况 所以我现在就是想法就是 我想缓一缓 我想把这个脚步放慢一下 然后虽然他压力大一点 但是我想也不至于 就是那种 我问一句啊 你们当初结婚的时候 因为也谈了三四年嘛 然后才结的婚嘛 实际有七八年的情感 对吧 对 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们共同规划过未来嘛 你跟他聊过说 我想要一个娃吗 嗯 说过 他当时怎么说呢 他想要女孩 什么时候要呢 说了吗 没说 就是你从什么时候开始 这个生麻这件事 变得这么颇怯了 可能现在我就担心 年纪大生孩子会有危险 好 你刚才也说了借钱的事 对吧 对 你们结婚也这么长时间了 那个朋友他认识吗 他不太熟 和我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哥们 就这事你也压了两年 就一直没跟他吐嘴 现在说也没用 他跟我说我肯定不会借 为啥 本来压力就大 对吧 然后我们都还 自己的贷款都没还完 所以即使这种救命钱 你也不会考虑是吧 不能借这么多吧 他没有亲戚朋友吗 就指着你一个人 行吧 没其他的秘密了 没有了 就不想要娃的唯一原因 就是这个 对 其实不像他说的那样 说什么我有了孩子 就不想再要了 根本就不是那样 我觉得 男人的话 就应该有点责任心 是不是 如果我觉得一个女人 既然能够嫁给你的话 我觉得不是对 人家都这么跟你说了 就要了呗 不是不想要 我是觉得这个时机还不成熟 我真的是这样觉得 时机成熟了 想要不一定能要得上了 对 你们看看怎么办吧 一起进入秋笔特奔卷 你刚才那句话 的确让我吓了一跳 我不知道你说 有一件事始终没有说 但今天要说出来 我不知道是在说什么 但是至少这件事 你能隐瞒了这么久 而且是在你们婚内 我觉得 你到底还隐瞒了什么 不要这个孩子 你既然可以为朋友 刷了十万 救命钱哦 那是救一个生命 这边是创造一个生命 你就不能再刷五万吗 刚才你说的呀 什么时候要孩子 等我有五万存款 好像你现在急需五万 好 你可以刷掉五万啊 以后还呢 这个时间差 为什么不去打了呢 帮朋友救命 一定为你点赞 但这边是给自己的孩子 创造一个生命 我们再预知未来的五万 以你的能力 如果你有设定了这个目标 你应该是可以的 为什么不 有什么自己真的心里不想说 或者不愿说的事情 难道真的是被妻子猜到 说是因为你有拥有一个孩子 而且你对那个自己的孩子 是有愧疚的 想用更多的时间 或者精力来 弥补那个对儿子的愧疚 而不要你和现在爱人的这种结晶 没有这样想 你现在应该想一想 因为你不想 有可能是你拒绝想 因为对方一直要 你不给 那到底是什么 你先想那个问题 我和你的妻子说两句 你们之间真的没有问题吗 除了孩子 那刚刚就冒出一个 你意想不到的事情 对 他比较喜欢帮朋友 我说的不是他帮朋友的事 而是你不知道这件事情 暂时还没有发现过 对 因为他不想让你知道 对 他应该有这个能力 今天他如果不想让你知道 今天他也不会说出来 对 其实我们结婚之前 条件是不好的 你为什么把所有的问题的聚焦 都到于经济基础上 我不想去 不是的 就如同你们要孩子一样 因为你过于的把目光都集中到 我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 我做什么样的事情 恰恰 对 要孩子和这个不是一件事 不是换等号的 就如同我说的 如果真想要这个孩子 预知 不用五万吗 可以啊 被拉我们一起去打拼 可以 我们有这个信心 可以做到的 关键是 要不要孩子这件事情 备块钱 放到现在这个时代 算多吗 不多 每天晚上跑个专车 一两个月也就来了 只要你跑勤快一点 但是如果说五万块钱 是一个生孩子的必备条件 是一个第二次走入你生活当中的 一个三十五岁女人的迫切的愿望 你因为五万块钱 不愿意去满足她 你不是自私 你是太冷漠了 你觉得生一个孩子 会大大的降低你的生活水平 你要花很多心思 在这个孩子身上 但是事实上 对于第一个孩子 你也没操什么心 你这种人是不配走入第二段婚姻的 你知道吗 你也就仗着你 长得高大帅气一点 然后这个傻女人闯入了你的生活 如果她从第一段婚姻当中汲取了教训 她对孩子没有尽到责任 婚姻当中有问题 当有你闯入到她的生活 而且是一个这么好的女人 对于前妻的孩子都这么好 她应该是有非常迫切的愿望 能够为你的幸福做点什么 那就是生个孩子 而且凭她现在 她如果想做 她一定能够做得了 生孩子你可以说会有很多压力 有经济压力 但是只要你能 其实也花不了太多钱 关键是你有没有做好这个心理准备 对于一个已经有了孩子的父亲 居然在想要生第二胎的时候 还没有做好一个进入做父亲的准备 那说明她还是非常任性的 想要停留在少男的时代 这就是一个自私的男人 我还想享受我的青春 不太想负责你 所以你这种人 哪里有资格走入第二段婚姻呢 种种现象都表明 你在她心目当中的位置 没有那么重要 她内心最重要的就是她自己 所以我说 其实你挺幸运的 你第一任虽然离开了 但是还带着孩子 而且没有支持你跟孩子 之间的交流 你还可以去看 你还可以带着她去看 然后又有这么一个痴心的女人 闯入到你的生活 难道你还不应该真心吗 你还不应该付出点什么呢 人只要肩膀上扛着这个头 她就应该干活承担责任 趁着年轻好好地履行你的责任 有一个女人特别想跟你生一个孩子 你不觉得这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吗 对不对 更深层次的背后的原因 你们夫妻两个人自己关起门来说 我们也不能问得太多 也不能问得太深 如果老师们不幸严重了 你们问题的癥结所在 那我觉得倒是一个小事 调整 担当就好了 如果还有其他的因素在这里面 那就一定要跟你的妻子说清楚 掏个心 没那么难 一起进入那几天和古方红堂 真情六十秒 其实我刚刚觉得 几位老师说的话非常有道理 其实我想了一下 我觉得也是自己比较自私 也没有做好再一次 做父亲的一个准备 那么我觉得从现在开始 我会努力再一次承担起一个 做父亲的责任和一个男人的责任 其实我觉得我也不是不想要孩子 刚刚老师说的这些话 我觉得最有道理 我会加油 努力 奋斗 把这个家扛在肩膀上面 请你给我这个机会 其实我也知道 你平时挺辛苦的 然后我也愿意跟你一起去承担 只是就是说 我们是不是应该 也为我们的将来 要好好规划一下 好 谢谢两位 请回 谢谢你们 来 请关门 接下来他们会怎么选择呢 开门 最好的孩子 好吗 站中间吧 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有请 别着急 别着急 我先念广告啊 然后告诉你好吗 牵手成功的嘉宾朋友 将获得 伊贝斯纯净面膜 提供的爱情保卫战的 纯爱定制礼盒 纯的爱 放心爱 伊贝斯的纯净面膜 来 各位 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 请见证 好好好 听亮灯吧 加油吧 加油吧 好的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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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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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们 请回